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大时代国民政府人物列传,我们继续来讲云南王龙云 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龙云是如何率领云南的民众 修筑了近代,近现代,世界,驻路史上的奇迹,天远公路 那么今天这集呢,我们来讲云南当时为着中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 就是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很多人只知道名字,并不知道驼峰航线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航线 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条航线上到底中国和美国盟军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驼峰航线会在云南产生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驼峰航线能够在云南成为中国抗日世界重要的生命线的背景 就为什么云南会有这个条件 这就要谈到云南机场和空军的发展状况 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呢,纷纷发展空军 当时中国各省的这些地方军阀呀,也竞相的组织空军 开办学校,聘请外国顾问训练飞行人员 那么当时盘踞在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也是其中一之一 唐继尧发展空军的想法是在于1921年,他被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 率军倒堂,结果唐继尧当时流亡于广东 在广东和香港的时候,他看到了当时空军发展的形势 他就产生了创建空军的想法 就在广东罗制航空人员,并且在香港向美国订有飞机 12年春,唐继尧再次执掌云南的政权 同年秋,他所罗制的航空人员来到了昆明 接着唐继尧就组织了航空处,任命广东人刘沛全为处长 航空处设在原来蒋武堂的旧址,同时建立了云南航空队 在乌家坝,陆军操场给改建为飞机场 这样云南空军就由此诞生了 唐继尧同时还筹备了云南航空学校 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 1月22年冬,航校在昆明和贵阳两地招生,并且开学 与云南陆军蒋武堂一起进行入武生训练 1月25年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 唐继尧亲自主持毕业典礼 那么在唐继尧被赶下台以后 龙云就执掌了云南政权 他对航空队也很重视 他加紧了第二期学员的训练 并且准备扩充航空队在1929年广西的 李东仁、白龙起反对蒋介石的蒋贵战争爆发以后 蒋介石当时要求云南出兵驻战 龙云就趁着这个机会把原来的云南航空队 扩编为唐继军第十路航空司令部 利用这个机会使云南的空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到了1935年 云南航校已经是第四期的学员毕业了 那这个时候云南的飞机数量还很少 除了唐继尧当时引进的一些教练机以外 就只有两架客机以及六架从法国购进的教练机 这是龙云辖下的时候购买的 并没有真正能够用于战斗的飞机 而龙云的主要财政也用于扩军 就给装备他的滇军 没有多余的财力能够继续发展空军 再加上他倚靠了国民政府 蒋介石对他许诺 如果云南需要空军 发一个电报中央就会派来 所以龙云也就没有再谋求扩张云南空军 云南空军的发展就此完结 而龙云当时还有 这个发展商业航空的计划 但也因于种种原因 再加上财力不足 最终这个计划也夭折了 但无论是发展空军 还是发展商业航空 这些就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当时云南啊 大批的机场被保留下来 飞机虽然很贵 不容易买到 但是修建机场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难 尤其对于唐继尧 龙云这样的云南王来说 先坐机场 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容易的 因此呢 大批的云南机场保留下来 据有关资料统计 1930年以前 云南共有24个机场 其中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机场呢 有五个 最好的一个机场是乌家坝机场 这是唐继尧在1922年秋为了创建空军而确定建立的 是中国仅次于杭州 建桥之后的第二个机场 那么其余的19个机场呢 都是被商业航空修建 并且是由省政府命令各县 先动工修建 现机完成 而政府没有拨 拨这个修建费用分毫 那么这些机场的特点呢 大部分机场呢 都因为由于工期不足 非常简陋 而且在机场建成后呢 没有使用 因为没有飞机 但这些机场的存在 就为后来抗战中 需要云南有大批的机场 奠定了基础 在抗战爆发以后 云南市政府在龙云的指示下 为了军事需要 迅速的在原有的基础上 扩建了这些机场 正是因为拥有原来的基础 所以在扩建工程中 节省了很多的劳力 同时也缩挡了工期 为抗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最为突出的就是 昆明的吴家坝机场 1938年10月8日 吴家坝机场成为了 欧亚航空公司总部所在地 后来又成为了飞虎队 在昆明的总部所在地 1942年台北洋战争爆发以后 这里又成为当时 中国抗日后方的 重要的国际出入机场 除了已有的这些机场 为扩建节省了时间和资金以外 另外在之前建这些机场的时候 云南积累了大量的 考察和勘测资料 这些资料在抗战中 云南新建机场时派上了用处 也为修建节省了财力和物力 像抗日战争中 修建丽江机场和滕通机场 这两个地方原有的机场都因为各种原因 不堪使用 但是之前修建那些机场所积累下的经验和教训 为了丽江机场和滕通机场在新建选址的时候 少走半路 做好选址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昆明机场后来成为了训练飞行人员 国民政府训练飞行人员的非常重要的重心 因为原来中国空军的主要训练基地是杭州舰桥 那么杭州舰桥航空学校遭到攻击以后 为了保障 空军人员的有效训练 所以当时 舰桥航校和其他地方的飞行教官和学生 都搬迁到了昆明 这为保存中国空军的实力和提高中国空军的实力 有了非常大的帮助和贡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说驼峰航线 为什么会有驼峰航线 我们上一集讲了滇满公路 既然滇满公路能够大批的运送军事物资 汽油和其他货物 那为什么会出现驼峰航线这个事情 我们上一集在讲到滇满公路的时候提到了一句 我们说滇满公路从来很少被切断过 是一个切不断的生命线 我们上面说了 日军想用武力去切断滇满公路 但实际上 他们切断滇满公路的时间段很短 那真正滇满公路被切断时间比较长的一段呢 并不是因为日本人造成 而是英国人造成 这为什么呢 是在1940年7月10日 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战士内阁 正式做出决定关闭滇滇满公路 1940年7月17日 在美国的默许下 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 关于封闭滇滇满公路的协定 及秘密备忘录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当时美国不希望和日本彻底的撕破脸 那么英国呢 当时是靠美国的租借法案来支撑对得战争 拿人家的自然手就短 所以呢 英国在美国的默许下 就跟日本签订了封闭滇滇满公路的协定 但是欧美盟军呢 并不希望 重庆国民政府 无法继续对日作战 因为美军不希望在亚洲分配过多的兵力 因此牵制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兵力呢 也符合当时盟军的愿望 因此盟军就决定 执行持续性的空中补给 来维持国民政府的物资供应 这个方案最早的提出者呢 是宋子文在1942年1月推动印度至中国的空中货运业务 宋子文当时认为 如果有100架C-47运输机来负责本地运输 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月内运输12000吨的货物 那么随着战事的发展 1942年2月25日 当时罗斯福总统就致信给美军参谋长 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强调保持中国战线的开放是首要任务 因此就决定尽快的提供给中国航空航空机队 10架C-53 使得当时中国航空机队的运输机的数量 C-53的运输机数量提高了25架 那么仅仅一个月之后 不到一个月之后 3月份 美国第十航空队在新德里成立 由布里尔顿将军指挥 第十航空队的首要任务 就是规划一条自印度至中国的专用航线 4月份 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个新的航空运输司令部 也叫印华空运正式成立 首任指挥官是黑尼斯上校 负责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 1942年6月2日 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 中美抵抗侵略护入协定 译称中美租界主体协定 中国正式成为租界协定的 受援国 这是驼峰航线开辟时的外交背景 这中美租界协定啊 是一个对中美双方关系 意义极其重大的一个圆华的协定 这一协定的签订是中国正式成为 美国租界物资的受援国 也标志了美国成为 抗那后期圆华的最主要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 驼峰航线就产生了 为什么管驼峰航线叫驼峰呢 因为驼峰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路的一个 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一个山口 它的海拔高度高于当时美国主要装卫机型 DC3 C46 C47的最大爬行高度 那么这里是中国至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处 通过这条运输航线 中国向印度运送派往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 再从印度运回汽油 汽械等战争物资 所以驼峰航线呢 最后建立以后啊 达到稳定状态的时候 航线全长500英里 地势海拔均在4500到5500米上下 最高的海拔达到7000米 因为途经的山峰起伏连绵 犹如驼背的封背 所以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当时中国战场国举援助的生命之路 蒋介石认为当时为了保证国军的作战能力 每个月啊 至少需要7500吨的物资 当然在驼峰航线的初期几个月里 这个想法是难以实现 那么刚才说到了 驼峰航线大部分的区域 实际上是超出了当时美军的运输飞机的爬升高度 所以驼峰航线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 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但是在战争期间形势是不等人的 所以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美军和中美双方想了很多的招 主要是美国那边想了很多的办法 比如说将C109 C109是B24轰炸机改装过来的 燃油专用的运输机 为了实现爬高能力和航程增加的需求 当时C109上把所有的武装弹药都给拆卸 安装了八个油罐 能够装载2900加仑的航空汽油 但是缺点就是什么呢 这种飞机一旦发生衰机着陆 肯定爆炸 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在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后 到1943年4月 C46扣底斯运输机开始使用 这才使得飞行的情况 发生了一定的好转 陀峰航线 对于即使对于经验极其丰富的 老牌飞行员来说 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更更加当时担任陀峰航线飞行任务的 很多飞行员 他们的经验并不足 飞行时间都很短 但在国家的需要情况下 在当时整个反法系作战的要求下 这些飞行员 冒着巨大的风险 不分昼夜的从印度起飞 将物资向云南四川运输 有的机组成员一天要飞到三次往返之多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会遭遇到巨大的威胁 有一个美国当时的飞行员 并且是作家曾经回忆过 他在印度的机场一天之内就目睹了四次坠机事故 两架C-47 两架C-87 三名飞行人员遇难 除了糟糕的天气机器故障 在投风航线上 运输飞机还要遭遇到日军战斗机的干扰 有的时候每月飞机损失的总额占所有飞机的50% 那么日军飞机的这种严重性的干扰 一直到1944年5月才得到改善 是因为缅北的密之大机场被中国远征军和迈尔突击队联合完成 占据了日军的这个主要的 对驼峰航线进行飞机巡逻的机场 这是著名的密之大大姐 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条件最艰苦 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 这个航线途经了高山雪峰 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 以及日军的占领区 索经地区气候十分恶劣 强气流低气压冰雹霸露露 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着坠毁和撞山的威胁 在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 当时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 美军先后投入了飞机2100架 双方总共参加人数为84000多人 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 战斗人员运输33477人 但美军一个拥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连队 就损失了563架飞机 在这条航线上 美军共损失的飞机是1500架以上 牺牲了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 损失率超过80% 那么拥有一百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 先后损失飞机48架 牺牲飞行员168人 损失率超过50% 我们中方的飞行员是付出了重大代价 但是因为在航空能力 飞行经验人数上都远逊于当时的盟军 所以可以说得上 在整个驼峰航线上 损失最大 牺牲最大的是盟军 中方飞行员运输的总尊数 大约占12% 那么牺牲人数上也远远少于盟军 这是我们需要证实的一个历史事实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的实战周刊曾经描述过投风航线 他描述这么写 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 雪峰冰川间 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 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 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的照射下 硕硕发光 这就是著名的铝骨 投风航线 描写的是一幅好像很美的景色 但是背面所蕴含的 却是在这个投风航线上 为了中国的抗日事业 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盟军 以及刚刚起步的中国运输机飞行员们 投风航线一直持续到整个二战结束 也就是整个的抗日战争结束 尽管在1945年1月 中印公路重新开放以后 投风航线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但是投风航线所运输的物资的总吨位 仍然比公路要多得多 投风航线的运输行动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空中战略桥梁 只有1949年柏林封锁时的空运行动 在空运货的数量上超过了 那么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 30块纪念碑的60面上 60面前后各一面 60面上一共刻着3300个烈士的名字 其中2200个美国人 正是这些盟军年轻的飞行员 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艇空 这2200个名字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可能甚至大家都不知道 其中任何一个名字 但是这2200个名字 代表着美国在抗日战争中 对中国的抗日事件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帮助 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 说起投风航线 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投风航线 当时有一次 一个美军飞行员 驾驶一个运输机 那么运输机当时坠毁 这个美军飞行员逃生 当时他跳伞 落到了云南境内 那么在他求助 想回到自己的基地的时候 路上他碰到了一个苗族的猎人 结果他发现这个苗族猎人 居然会说英语 他当时心许若狂 那么这个苗族猎人 后来就护送他一起 回到了这个飞行员的驻地 为什么一个苗族的猎人 会说英语呢 那么这里呢 就给大家多讲一个话题 一个差处的话题 就关于一个英国人 名字叫伯格里 他为云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位伯格里呢 是生于1864年 死于1915年 他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 他23岁的时候 来中国传教 他到中国以后去的地方 就是龙云的老家 云南少统 云南兆统 在这之后 这位伯格里就把他的一生 余生全部献给了 云南的这块土地 他在昭通呢 建立了教堂 在这里 他帮助当地的苗民 少数民族和各族人民 摆脱愚昧落后的状态 他建立了昭通 现在是昭通二中 当时他建立了中西学堂 在那里开设了天文地理 英语算术等新教育课程 他还帮助创办了 女子十字班夜校 因为他妻子也在 为了得到当地苗民的信任 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 去苗寨的时候 穿着苗族的服装 说苗语 住苗家 和苗家人同吃苗家的土饭 甚至同样的睡在 跳到成群的卖草堆 在路上遇到苗民 就像看到长者一样的谦让 他从不骑马也不坐轿子 与苗民们同吃同住 干苦与共 苗民们后来把他作为 最可信赖的人 以至于最后 他们管的叫拉蒙 拉蒙这个词在苗语里 代表苗王的意思 这位伯格里 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 就是他创立了苗文 在他去苗族那里之前 苗族是没有文字的 历史都是古歌 用唱歌来口口相传 伯格里和他精通英文的 汉族和苗族的教徒一起 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文 在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一套 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 为了和1949年以后的苗文区别 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 在英语世界 这套文字被称为伯格里文 这是伯格里为苗族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再一个呢 伯格里在苗族区域啊 大力的兴办学校 他有一句口头禅 叫哪里有教堂 哪里就有学校 他在苗区所创立的学校 一直持续发展下去 到了1949年 从他所兴办的学校毕业生中 一共是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毕业生 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 其中还有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 和两名博士 而最为难得的是 他的这个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也感召了那些 接受他教育的这些孩子们 1月27年 石文坎出了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 叫吴姓纯 那么这位吴博士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放弃了城市生活 回到了石门坎 在那里创办了平民医院 发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 普及农村的卫生教育 这就得益于伯格里 他之前对这帮孩子教育的成果 最后伯格里斯在1915年 在石门坎 帮助苗族人防治 他们所谓的很可怕的一种 瘟疫叫黑病 那么在帮助苗族人防治的时候 伯格里也被感染上了 在9月15日 1915年9月15日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十年是51岁 也就是他将他的生命 也交付给了他所 欧心沥血的这片 云南的苗族的土地 据说出病的时候 苗仪汉的送病者有几百人 无不不是痛哭失声 像这样一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中国 为我们中国的落后地区的发展 做出了一生奉献的这样的外国人 应该值得我们中国人去牢记 我们不仅仅有千里迢迢 飘洋过海的友人 白秋恩大夫 也有像伯格里这样 为了中国 做出了巨大奉献的外国人 有很多 我们都应该记住他 了解他 那么讲完了云南在物资上 对于抗日事业的巨大贡献 一个是天门公路 一个是驼沫航线之后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龙云 我们要讲讲龙云在抗日中的 具体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里边呢 龙云在抗战期间 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事情 和他联系在一起 这都导致了后来蒋介石 对他的意见很大 以至于抗战一胜利 就把龙云软禁了 那么这两件事情呢 一面呢 是龙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抗战战争期间 进一步的发展和加深 这里边呢 是由于各种原因 一方面呢 是中国共产党这边 重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 那么另外一个呢 西南联大 牵制到云南以后 对于龙云在民主意识上的 觉醒起了很大的帮助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另外一个知道 或者说讲的比较少的一方面的 就是关于汪精卫和龙云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 汪精卫去祥日 他实际上是从国内飞到了越南河内 然后就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 他从哪里飞向河内的呢 就是从云南 从昆明飞去 所以这就和龙云有了很大的关系 那么在汪精卫 投日这个过程中 龙云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位置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一直比较避体不谈的话题 那么如何客观的认识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大背景 日本人侵略中国 中华民族到达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是个共识 但是另外一个共识就是 中国当时的国力和日本相差太多 无论在军事经济上各方面 都是相差比较多 这是为什么 那么当时的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都不约而同提出了 那么国民党这边提出的是 以空间换时间 那么毛主席提出了论持久战 实际上持久战这个观点呢 也不是说毛主席 他一个人的观点 在国民党这边 无论是白崇祺 陈诚 蒋介石 都也有着类似的认识 说到底 当时的中华民族 在抗战战争这件事情上 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时间 日本人并不是傻瓜 如果是傻瓜 就不会有918 就不会有罗国桥事变 正是因为对手的高明 所以我们要想拿到时间 拿到对我们有利的 时间这个要素的话 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不付出代价 就能拿到时间 这是完全不切实际 那么这个代价是什么 大时代里的这些人物们 关于这个代价 各有各的认识 蒋介石 陈诚认为是以空间 空间就是我们的代价 但是汪精卫呢 认为 可以把主权器杰作为代价 来换取时间 这是当时汪精卫和其他一些 强日的人的看法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 导致走上不同的道路 现在我们回头看 我们知道汪精卫做的是大错特错 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汪精卫 他所谈到了这些事情 还是有一定市场 而龙云 对于汪精卫的这种立场 和认识 实际上是一个 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 龙云本人对汪精卫啊 推崇卫质 他的1937年 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 就认为汪精卫是当代的 大政治家 大文学家和大哲学家 对汪精卫推崇卫质 当时很多中国的地方军阀 都在抗日和防止 蒋介石对地方的这种吞并 之间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不仅仅是龙云 包括像我们之间谈到的刘文辉 包括阎西山 都想找到一个 能够让自己的统治权 生存下去的最佳位置 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抗日战争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生死存亡 所以需要把全民族的精神 人力物力财力 集中在一起 对抗日本人 这就需要国民政府 能够高度的统一指挥 所以这个趋势 就使得这些地方割据军阀 要把自己手中的权利交出来 还给国民政府 这是大势所趋 那么在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利面前 这些地方军阀的掌握人 他自然不愿意心甘情愿的 把这个权利和利益交出去 很多人他们不认为 交出手中的权利 是进行抗日战争 抗日大业的 必要举措 所以他们在苦苦的搜寻 是不是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938年4月15日 龙云和刘文辉 曾经亲笔致函王克敏 王克敏是谁呢 王克敏是已经在 1937年12月 是日军扶植的 北洋系旧部争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北京成立 那么王克敏就出任了 行政委员长 当时军统还曾经策划 要刺杀他 那么龙云和刘文辉 亲笔致函给他 想干嘛呢 就是想在四川云南 西康贵州四省地区 联合发起反奖的 和平运动 盼望能得到声援 并和日方取得联络 得到支持 而龙云呢 这个时候认为 缺乏国际援助的中国 在对抗日本上 会困难重重 他认为啊 他曾经给 蒋介石发过电报 强调过当时 中国反日的事业 所处的一个国际困境 在这电报中 龙云认为 英法两国是不会 帮助中国的 苏联对华 仅停留于 口头上的帮助 那么有的朋友说 为什么龙云 没有考虑美国 如果熟悉 二战之前历史的 朋友就会知道 美国在二战之前 他是在标榜的 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 所以龙云这个时候 是不可能把美国 考虑进来的 因此龙云认为 中国独立进行 抗日大业困难重重 与其这样 不如与日和谈 通过和谈 争取时间 为进一步抗日 做好准备 但是蒋介石 对于龙云的电报呢 没有做应答 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但是汪精卫呢 却给龙云 发来了两个人之间 通讯的密电本 这个时候汪精卫啊 想投日的决心 基本上已经下了 而且汪精卫 希望在他投日之后 龙云能够率先响应 这是为什么 在他投日之前 于12月5日 从重庆非礼昆明 就是想和龙云进行密谈 想拉龙云上这个 头日的贼船 当时汪精卫乘飞机 到达昆明以后 在昆明住了一晚 这一晚上 他和龙云进行了一次 深切的谈话 谈话的具体内容 到今天没有人知道 那么第二天下午两点 他就乘坐着龙云所租的 欧亚航空公司的包机 飞往越南河内 注意这个飞机 是由龙云来包机的 就在汪精卫乘坐龙云的 锁定的包机离开后 龙云这才简略的 发电报给简略师 说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 本日甚感不适 5号20半 以离滇飞航河内 就他身体不舒服 今天已经飞走了 飞到河南去 飞到那个河内去 那我们都知道 汪精卫一旦 一旦抵达了河内以后 马上就和日方 发表了联合声明 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 那么12月22日 禁卫发表了 第三次对华声明 12月23日 汪精卫在河内 致电讲解石 到了那马上的 1939年1月1日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 永远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 撤除其一切职务 并且定性的指责汪精卫 客观上属于投降敌人 出卖祖国 那么龙云在1月5日 给蒋介石发电报的时候 仍然称汪精卫为汪先生 而且龙云这个时候呢 还和汪精卫有电报来往 电报的往来中的这些内容 龙云依然对于汪精卫的 做法和看法 表示赞同 但是这些往来电报呢 就被蒋介石所获知 蒋介石绝不允许龙云 作为执掌大后方 云南一省的云南王 和汪精卫这样 汪精卫的种种行为 蒋介石当时刚才跟龙云说 龙云要公开发布这封信件 表示与汪精卫断绝关系 那么在各方面压力的逼迫下 龙云只好公开发表这封信件 表示与汪精卫彻底断绝往来 但尽管在公开场合 宣布了与汪精卫公开决裂 但龙云在之后 又连续派李洪默 以及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黄炳忠 两个人载到河内 向日本以及汪伟 请求谅解 通报情况 要求支持 而在这之后 龙云还召开了一次西南联络会议 召集西南各省的代表 讨论关于 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对汪精卫的态度 当时盗会代表八人 结果无所得 那么在整个抗日期间 在汪精卫没有死之前 龙云和汪精的关系 一直是熬断四脸 极为哀命 蒋介石曾经在日记里屡次批评龙云 不明事理 直到汪精卫在日本明武病死 这个时候龙云才彻底和汪伟政权 彻底断绝了关系 而蒋介石当时在日记里也写着 说汪死而颠龙心定 昆明之忧可以减少 龙云和汪精卫的这种暧昧的关系和态度 从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两件事情 一个是蒋介石给他的巨大压力 龙云知道如果是完全听从国民政府的话 最终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他的云南王也就做到头了 所以他急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出路 找到同盟者与自己一块去抗衡 在抗战争胜利之后 如如中天的蒋介石对中央政府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龙云这个人 他的的确确非常钦佩汪精卫的才气 我们即使今天 无论怎么说汪精卫是一个大汉奸 但客观上汪精卫这个人的才能 才气 在当时 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云和汪伟政权的这个关系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和汪精卫这个人的关系 汪精卫一旦病死以后 龙云就基本上断了他和汪伟政权的 任何合作的这种想法 龙云的这种心态呢 另外一个表现呢 就是在于他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这个增进 我们之前说到了 在抗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那么在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时候 龙云就和朱德建立起了一个密切的联系 双方便交换了密码本 那么在抗战初期 朱德曾经多次写信或者发电报给龙云 表达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滇津 出滇抗日 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那么一方面龙云呢 在寻求着一个 不被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所吞并的 合适的体育办法 那么另一方面呢 随着西南联大等一批内地的大学 一批就是华北的大学啊 这些有力大学西南联大转到云南之后 龙云再加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了解 那龙云呢 就开始向联共抗战 支持民主运动的态度转变 他暗中积极地寻找着与共产党联系的渠道 提倡言论出版自由 允许游行示威 就促进了云南的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后来国民党特务头的康泽 亲自带人到云南 要龙云抓捕中共党员 那么龙云让他拿出证据 康泽当时没有确实的证据 那么就又要龙云镇压学生运动 龙云当时就说 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 借过升端的只是极少数 然后他接着说 现在有人无事找事 学生闹事是因为有些事 政府并未办妥 他们说几句话就要跟究 教授讲课也要干涉 结果越压越闹 有些人不听我的话 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 毕竟龙云是切切实实的云南王 所以当时康泽 也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的举动 只能是不了了之 在晚南事变爆发之后 龙云当时就公开的说 既打外战又打内战 怎么可能打败日本 自己射圈套消灭自己的军队 这是哪家的中央政府 他和当时中央政府所派来的 特务情报机关 完全没有任何的合作的意向 据沈罪后来回忆 当他成为军统的滇战云南战战长的时候 根本找不到云南地下党的线索 他的两个前任也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 在龙云执政的后期 除了云南闻山地区 有一个不大的支部遭到破坏之后 之外云南全省的地下党组织 都没有遭受过破坏 那么中国共产党呢 也积极地寻找了方式 与龙云保持联系 1943年10月 周恩来派出华刚等人 为中共特别代表前往云南 与龙云直接建立了联系 在华刚的进一步争取下 龙云更加积极地支持学生运动 并且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 推动昆明形成了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包团 那么龙云的这一系列举动 无论是与邦经卫那边的爱美关系 还是跟中国共产党越走越近 这都使得蒋介石对龙云越来越有所戒备 并且开始谋划如何将龙云 从云南王的这个宝座上把它推下来 那这里呢我们再多说几句 关于龙云和西南联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在抗日的时候 为了躲避日寇的战火 所以当时西南联大牵纸到了云南昆明 那么西南联大牵纸到昆明之后 他和龙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助互利的关系 西南联大坚持的那种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原则 帮助龙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格局和认识 那同时呢龙云对于西南联大的 比较开明和包容的态度 也使得西南联大能够在大后方开展爱国民主活动 所以也有人说如果西南联大去的是四川 或者其他讲的是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 那么西南联大就不可能保持 他被称之为民主堡垒的那种作风 通过西南联大 龙云认识到什么叫做民主 什么叫做统一战线 当时龙云曾经向联大教授罗隆基提出 他要和周恩来见面 正是因为这个渠道 周恩来和董碧武才会派当时南方局的宣传部长 也是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刚为中共代表 在1943年赴昆明和龙云谈判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这次谈判中龙云同意 在他所主持的滇前绥靖公署内 设立秘密电台和中共联系 当然用的就是周德送给他的密码 同时他还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 日销新华日报3000多份 这对于当时只有30万人口的昆明来说 是个不小的数字 并且在其他的报纸上 也多次转载过新华日报的社论 华刚到达昆明之后 他的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的教授 化名为林尚侯 那么他经常团结西南联大云大 云大等校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创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 每两周开会一次 在这个座谈会上 他经常介绍当时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和八路军还有解放区的情况 这极大的提高了与会的那些教授的思想觉悟 使得他们很多人成为后来民主同盟的领导骨干 并且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的民主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4年春 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 发动了一号作战 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讲过 当时国民党军队是一窥千里 那么这次国军的溃败呢 在很大程度上就引发了 西南联大学生组成各种社团 和民盟以及其他团体一起 开展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包括双师节讲演会 纪念鲁迅大会 要求进行宪政的各种会议 以及纪念云南护国运动29周年大会等等 那么这些民主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呢 龙云都是派军警保护 这样就使得这些大规模的民主活动 成为了一次对民主力量的大检阅 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的民主运动 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和前奏 后来龙云就回忆说 在抗战期间 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 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 谈论国家大事所见大体相同 对于蒋介石的极权统治 大家都深无同意 我们可以看到龙云在这个时候思想上 一定和蒋介石渐行渐远 这就必然导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迅速的尖锐 从而导致了五花山事件的爆发 那么下一集呢 我给大家讲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蒋介石和龙云 是如何迅速走向的对立 从而导致后来龙云 彻底的导向了新中国这一边 谢谢大家